大家好 我是你妈喵哥 这两天基本上就看视频的话 很多都是关于堵车的视频了 尤其是从广东北上的车子 很多都堵在了湖南跟广东的交接处 其实之前喵哥跟大家分析过 为什么很多车子都会堵在这个地方 这个锅我们湖南真的不背 而且今年广联高速开通之后 很多朋友认为可能会好很多 结果还是一样的堵 今天喵哥带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首先是这个车流量确实太大了 因为我们湖南 湖北 河南 包括旁边的几个省份 很多朋友都在广东务工 金山 所以过年的时候都得回老家过年 人员基本上都出现了 从南到北的当下流动 这个时候车流量瞬间就增大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原因 高速对接的问题 广东的高速公路的网 是比我们湖南的高速公路网 是先对密很多 尤其是广东往湖南方向 对接的有六条高速 但是到了湖南境内 就变成四条高速了 而且这些高速 它的车道数量也不一样 广东那边的高速的车道数量更多 到了湖南这边 大部分的高速就变成了双向 只有四车道 只有虚广还稍微宽一点 是双向六车道 所以结合广东的高速多 再加上车道框 对比湖南的高速和车道的情况 基本上可以晃得下来 到了八对四这种概念 就是广东那边过来 是相当于八条高速 你到了湖南对接的 立马就变成四条高速了 它能跑的东西怪了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大家很多朋友都堵在了那个地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在湖广交接处 刚好在这个地方 正好处在七天岭山脉 所以这一边基本上都是多山 高速休息起来也不容易 而且都是山区高速 尤其是这一段的高速在夜间的时候 容易出现起雾和团屋的情况 即使现在路况比较好 这个徐广高速从广东进了湖南到了零五境内 基本上就是一长串的这个上坡 所以这一段呢 也是很一个起雾的一个路段 这一系列的客观因素呢 也导致了在交接处 很容易出现一些交通事故 进而加剧堵车 纵观全国的高速公路网的路况来看啊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湖南和广南交接处 像这二广高速的这个南山啊 双排啊 徐广高速的零五啊 贵阳啊 然后京港二高速的这个宜章啊 以及平鲁高速的鲁城啊 贵东 这几个路段呢 都是很明显的堵车路段 反倒到了旁边的广西贵州这边 在造旁边的这个江西这边 就明显的好很多了 当然了 这也说明这个广东经济确实好啊 我们这个中部地区 在广东这个发财的兄弟朋友们 确实特别多 当然针对这种情况呢 其实这几年整个像广东啊 湖南啊 高速公路路啊 发展的还算比较快 只不过是说原有的高速 确实修的比较窄 像京港二高速 你不可能再去拓宽 只能这个修复线 而且呢 平时这些高速还是完全公用了 只有在这种放长假和过节 这一小段时间会出现堵车 也不可能说 未来这个应对这一小段时间 我们再去重新的修一条高速 毕竟修高速 它不像这个我们修个存在 修个香道 随着变脱点水 你一扑就往舍了 它成本太高了 是不是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湖南其实也挺无奈的 每次到了假期堵车的时候 我就发现可爱的警察叔叔们 全约上路之情了 而且现在这段时间 这个我们湖南特别冷啊 这个也确实也不容易 除了道路的这个客观因素条件外 还有一个你们一定要尊规手记 一呢 避免归宿行使 第二呢 不要这个超速行使 最主要的是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 一定要及时的撤离 不要一点小事故 就堵在这个车头中间扯皮 这样的话 你后面堵了几十公里 既害自己也害别人 只要大家的尊规手记 宁愿稍微这个慢一点 也不去抢那一下子 少点交通事故 其实路也会畅通很多 还有一个呢 假如说你时间稍微宽松点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个错峰出行 就是要不早点走 要不呢 干脆就晚点走 这样的话呢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这个堵车的情况 好了 作为一个湖南人呢 我每年看到这个堵车 其实我也心里面挺不舒服的 每次都堵在我们湖南 觉得我们湖南的山好像很难过 尤其是我还作为乘舟人 我还作为零五人 因为想起来那句老话 叫什么 轮到乘舟什么什么 最后这个马到乘舟 打摆子 其实我们乘舟还是个好地方 山清水秀 如果大家堵车堵到我们乘舟了 时间长了 干脆这个下个高速 去我们乘舟 吃个鱼粉 堵到我们零五了 下去吃个零五鸭子粉 吃个我们零五的山清粉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还很怀念我们零五的粉 好了 以上就是为什么 每年过年过节 你都会堵在湖南的这个湘南地区 就是这个道理的 同样的 到了返程的时候 你往下走的时候 一样的还会堵到我们湘南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选择错峰出行 虽然堵车是一件很放心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平和的心态 祝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到家 提前度在家新年快乐 如果堵车堵烦了 你也可以看看苗哥的视频 大家交流交流开心开心 这样的话堵车的时光 也会先对更好过 不至于显得很漫长